旅遊常常托運行李之外 還要帶個手提行李 像是最近電動行李箱特別行 但要注意 想要騎著他登機得要特別留意 騎著一顆行李箱來機場 確實很瞎趴 但像是這顆空箱 拿起來已經很沉了 裡面還有鋰電池 加上登機箱有重量限制 你如果要登機的話 大小就有限制了 你要從香港飛回來的話 你的電池可能要拔掉 然後這個要托運 這個你有測過他幾公斤嗎 沒有 但是他可以上飛機 大陸的嗎 還是國際航空 好像是大陸的 主要因為這款行李箱 含有鋰電池 華航新宇 跟國泰航空規定 鋰電池無法拆卸的話 以鋰金屬含量0.3克 或是電容量2.7瓦特小時 作為能不能攜帶的分界點 鋰電池可拆的話 電容量得小於160瓦特小時 拖運時必須將電池卸下 當作手提行李帶上機 長榮則直接規定 總重超過7公斤 或尺寸超過 只能用拖運 但還是得符合鋰電池的攜帶規範 火航更嚴格 只要是不可拆的鋰電池 一律禁止手提拖運 要注意的是 有些機場甚至是不能騎乘 目前我們知道的話 是這個倫敦機場 然後這個 可能日本某些機場也不行 像是日本大阪 就有明文規定 電動行李箱騎上人行道 違反道路招通法最高可判三年 或50萬日元罰金 相當台幣11萬左右 市面上主要販售的產品 光是空箱重量就達9.4公斤 儘管電池容量都符合上機標準 重量就已經超出上限 如果裡面塞一些衣物或旅行用品的話 大概會到12公斤左右是正常的 還是可以上 但是你可能需要付一些超重的費用 業者說最簡單的 就是把電池拿起來直接拖運 但旅行目的地使用規定 就要先做功課 避免花大錢空換洗衣場